心灵讲座 护生 点灯 水购 耀购 即慈悲诗诗超度法会 并且喜欢台币拥有整奥参加 阿密豆腐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 妙法棉花经浅世 性结品第四 沿街起实的穷子 寻寻觅觅又匆匆忙忙 始终找不到安顿身心的地方 竟然忘了自己身上的珍贵宝藏 佛信 却不知道 一旦放下忘年 西式珍宝 就不求自如了 佛陀啊 我们都已经老迈 并受到尊崇 是僧众之手 我们自己以为 已经得到不生不灭的涅槃 不用再进一步地求证佛果 这是错误的 因为世尊 你曾经使我们脱离三界 得到涅槃 而且我们年事已高 对于佛陀能教化菩萨们成就无上智慧之师 一点也不会产生兴趣 可是现在听闻佛陀开示 我们好像从地底下开发了宝藏一样 我们现在完全明白了 过去所说的都是方便法门 现在我们深信 唯有一佛成 无二也无三 也就是说 我们生文成 也含藏着成佛的一成妙法 那的确如同 获得西式珍宝一般 并非刻意求取得来的 而是不求自得 这心境就好像是 以下这个故事中 富商之子的心情 我们主人是各国中 所一所恶的大富豪耶 可是啊 他为什么老是闷闷不乐呢 哦 他一定是在挂念身边以前的亲人啦 哎 我的岁数已经这么大了 活在世上的时日也不多了 想起来实在是让人感到悲哀 我虽然拥有这么庞大的财产 但是却没有儿子来继承 哎 不啊 我以前也曾经有过一个儿子啦 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可是他竟然丢下我 离家出走了 儿啊 你现在在哪里啊 日子过得好吗 或许你已经不在人世了 就算你还活着 我现在也搬到别的国家 恐怕 恐怕 你也很难找得到我咯 不凉真宝 不求自得 是尊我的安静 真要说评语 一鸣四鸣 疲若有人 年纪又知 是不讨事 救助他过 我时哪儿是之物 是岁年纪长大 家父求欧困 此次是防疫 求疑是潜见忧心不想断过 请问你这里需要用人吗 对不起 我不能把这名贵的毛毯 交给你这种穷人看管 走开走开 滚到那边去吧 都没有人可用我 肚子实在饿死了 想起五十年前 我丢下父亲 离家出走到各地流浪 结果老得如此的潦倒贫困 哎 我想 我离死不远了 哇 真是个大富豪啊 我活这么大 都还没见过这样富有的人家 刚才那个贵族都不肯雇佣我了 哎 我看这家就更别提了 算了 还是早点离开这里 到贫民窟去 还比较容易讨生活啊 哎 这个人是 哎 来人啊 赶快去帮我把那刚才那个人带过来 主人 是不是那个乞丐啊 快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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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主人 喂 站住 哎哎呦哎呦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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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抓我 我什么坏事也没做 求求你们 帮我走 帮我走 喂 不要那么粗暴 别把那个人给吓着了 喂喂喂 醒一醒啊 哎呦啊 你好像不认得我就是你的父亲了 哎 都已经过了整整五十年 我也变了很多 也难怪他认不出来 可是我实在没想到 他竟然会沦落到这么卑贱的地步啊 主人 你召唤我 不知有何猜浅啊 嗯 那个乞丐现的情况怎么样啦 哦 那个乞丐啊 他很安分呢 既不偷东西也不贪图钱财 蛮老实的啊 是吗 是吗 那么 好 就把他给放了吧 喂 乞丐 你现在回复自由了 可以走了 哦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哎 主人啊 他到贫民窟 去讨食物吃的 是吗 既然如此 你帮我找两个看成像的乱临人 再去把刚才那个乞丐带回来见我 真是奇怪 主人好像真的蛮喜欢那个乞丐的 密切恶人心色憔悴 无谓得者 如可亦必须穷子 持有着处悲与如纸 今次若许将来是座 若言与何所作便可与之骨如初凡 我等了任你公容无浊 十二十人 祈求穷子 既得之举臣上 我从今天开始雇佣你们两个人 听着 你们要去贫民窟 找回先前来我这里的那个男子 如果他问你们要做什么 你就说 要顾他拉挑粪 是主人 我的儿子竟然心甘情愿来做那些低贱肮脏的工作 我看 我要想办法就近帮他开导开导 嗯 好 就这么办 于是 富商想了一个法子 要去亲近那个穷子 怕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 手里拿着除粪便的工具 交代所有的用人继续持家勤坐 便向穷子的住处走去 喂 你 过来一下 哦 什么事啊 你不会嫌弃这个卑贱的工作吧 不不 我不在乎 因为我就是个卑微的人 所以我很习惯这个工作 看起来你也不会傲慢 也没有不当的行为 又诚实 嗯 不虚伪 我是打从心里喜欢你 我看 这样吧 你就把我当做你的父亲 而我呢 会把你看成是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你觉得怎么样啊 嗯 这个 好吧 我数年后 喂 你看 那个男子工作的真正很卖力呢 嘿 听说 听说 主人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并且还让他自由出入呢 可是 照理说 如果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 怎么这些年来都让他住在简陋的小毛屋 又叫他挑粪呢 哈哈哈哈 哎呦 您说的也对哦 嘿嘿 喂喂喂 你们在讨论什么事啊 你们知道吗 当主人生病的时候 就会让他负责管理重要的宝库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说只有在本初时 大卖或金银珠宝 他都分毫未取 还是安分地住在那间 又破又小的茅屋里头啊 是吗 主人啊 您的身体看起来越来越差了 是啊 你快去请国王和大臣贵族来这里一趟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们宣布 是 主人 我冷静不久于认识 今天 我邀请各位来这里 是因为 我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要跟你们说 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 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一直隐瞒这件事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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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儿子 我这个儿子 诚实不期 工作努力 而且也不怠惰 就算是让他 做很卑微的事情 他心中也不会有 一丝的憎恨和埋怨 他又可以承担大任的根性 现在 我要向大家宣布 从今以后 我所拥有的 一切财产 全部都归属我亲生儿子 所有 啊 爸爸 这 您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心 想要得到您的一切财富 却只是因为 我是您的亲生儿子 而您的一切财产 就将由我来继承 我 我这完完全全 是不求自得啊 穷子原本无心 想要求得财富 但只因为 他是富豪的亲生儿子 宝物就自然而至 这完完全全 是不求自得 佛陀啊 我们现在的心境 就如同这位大父长者的 企儿一般 不自信我们生文弟子 也能做佛 到现在 才知一切众生 都是佛子 都能成佛 是的 是不愿意 而不为我说似真要 如比穷子 得尽其福 随之中心不稀缺 我但虽说佛法宝藏 此物之愿 以逢如诗 我等 我等那一别自为为主 我等若问尽 我等若问尽 否过途 不愿意 教化众生 都无信仰 都无信仰 所以这歌 一切出发 皆是空气无声 无恶意 无疑无叨 无漏无味 无声喜乐 无声喜乐 无安尝 与否无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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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八观灾戒的因 除五逆罪没办法一时消灭其他罪业都可消除 所以各位每个月能够受六天八观灾戒 因为人在这个世间不得不造业 所以没办法 所以八观灾戒消除罪业 第三 第三 免除恶火就是要地震 水灾 台风 车祸 所以消除这些恶业的因 第四远离恶趣 一日一夜八万灾界 就不堕落地狱轨道出生道 乃至八难边地 七世做人 七世升天 第五福报优厚 一日一夜八万灾界 可以享受六十万事的福报 所以佛经说 你用黄金布满整个地球 还不如一日一夜 持出家界的功德 第六成就迅速 赶快消业障 赶快开智慧 赶快积福报 所以也是快速成佛之因 第七来世尊贵 普达国王 年纪轻轻做大国王 国家复述 因为过去在做奴隶的时候 随老国王前程受 一日一夜八万灾界 第八得生天上 暮年升天 看到一个天女 外向庄严 其他的天神都很羡慕 所以玉帝问他 为何如此 过去加色佛时 受一日一夜八万灾界 所以你受八万灾界 想要升玉界天 保证升玉界天 你又能够孝顺不思 逃离天 你又经常点灯 第三天 燕魔天 你又贡花 发菩提心 第四天都帅天 乃至都帅内院 第九 往生住缘 一日一夜八万灾界 必得中品终生 第五品 西方极乐世界 乃至发运往生 其他净土 那是我们自己持戒 回向父母祖先 早生净土 第十 临终欢乐 所以各位要经常 意念八万灾界的功德 特别 临命中的时候 不要想别的 想到 我曾经受保观灾界 一想身心 马上净化 临终安乐 至少来世会尊贵 升天 或是往生净土 不会堕落三二道 第十一 得 向好身 作为一个菩萨 必须要向好庄严 你才能够度众生 千万不要说 我生得不好 不要紧 你不慈悲 因为众生会执着眼睛 耳朵 感受 所以 不杀身 得金刚不坏身 不偷盗 得手相柔软好看 不邪淫 身相庄严 不妄于 身影庄严 不喝酒 走路庄严 不香花阴落 香油涂生 身体香 皮肤维细 所以 不坐卧高广 大床 有狮子王相 不歌舞 唱鸡 顾望观听 维细相好看 眼睛好看 耳朵好看 鼻子好看 等等 你瘫眼睛 眼睛不好看 你瘫嘴巴 嘴巴不好看 如果不妄于 牙齿相好看 泛音相 所以 过五不时 那就可以得到 四十根牙齿 庄严相 不掉牙齿相 所以 多礼拜 恭敬 得 无见顶相 身材高挑相 所以 佛有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就像各位来 五方讲的 多看五方佛 多看五方佛 我们本来的面貌 就是如此庄严 所以 令众生欢喜 充满智慧与慈悲相 这个非常重要 第十二 成佛道元 所以 如果每天发菩提心 这样受八万才戒 也必定成佛 所以受八万才戒 种下成佛的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杀鳖遭报 悔悟放生 有一位姓赵的老板 他非常喜欢吃鳖肉 只要见到有卖别的 他都会买来吃 赵老板 这么早就起床 你要去哪里呢 难得今天起得早 又没什么事情 我去河边散散步 大叔 前面那是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啊 每天早晨这里都有卖鱼的 都是刚从河里捕上来的 非常新鲜 去晚了可就卖完了 老板 给我来一条大鲤鱼 大叔 鲤鱼都卖光了 您还是明天再来吧 你看那里面明明还有嘛 你怎么说没有了呢 大叔 那响鲤鱼已经被人定走了 哎 又来晚了一步 我说老板 那你还剩下什么鱼啊 不好意思 今天的鱼都卖光了 只剩下了一只鳖 你要不要啊 鳖 我不要 我看还是明天早晨我再来吧 老板 你还有一只鱼吗 是啊 你要吗 你拿出来我看看 你看 今天早晨刚从河里抓到的 好的 这只鱼我买了 你天天能捕捉到鱼吗 哪有可能天天抓到的 每隔几天可以抓到一次就算不错了 那这样吧 以后你抓到鱼就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会来买下的 价钱好说 哈哈 好的 以后只要我抓到鱼就第一个通知你 从那以后 渔夫只要抓到鱼都会通知赵老板 而赵老板给他的价格也非常高 渔夫为了获得更多酬金 便想方设法地捕捉河里的鱼 哇 这位老板可真有钱啊 你不认识这位老板吧 他最喜欢吃鱼 而且他家里有的是钱 是吗 那以后我可得好好想点办法 多抓一些鱼呀 有一天 渔夫在河里捕捉到了一只大鱼 个头如脸盆一般 他立刻打电话通知了赵老板 诶 怎么这么沉啊 难道这一网抓到了好多鱼吗 天啊 好大的一只鱼呀 太好了 这只鱼卖给赵老板 一定会得到好多钱的 喂 赵老板吧 我刚抓到了一只特别大的鱼 你要买吗 嗯 好的 你再河边等一下 哇 好大的一只鱼啊 是啊 我捕鱼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鱼 我抓它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啊 你放心 这只鱼我绝对会付给你好价格的 那就多谢赵老板了 我看这只鱼还是放回河里的好 为什么 抓到这么一只大鱼 可是不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要放回到河里呢 是啊 为了抓这只大鱼 我费了不少力气呢 怎么能够再放掉呢 龟鱼都是有灵性的动物 尤其是这么大的一只鱼 如果把它抓来吃 会遭到果报的 老人家 我吃了那么多鱼 可是从来没有遭到什么果报 我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果报 赵老板无知 然而 当厨师手打力刀 准备宰杀那只大鱼时 大鱼竟然流出了眼泪 厨师看后 不忍下手 赵老板 我看这只大鱼还是不要杀掉吧 为什么呢 您看我要杀它的时候 它竟然眼中流泪 想必这只大鱼是有灵性的 我看还是将它放生吧 哼 这只大鱼竟然装出一副可怜相 来换取自己的性命 没那么容易 我今天亲自将你杀掉 令人惊奇的是 大鱼的头被砍下后 这只没有了头的大鱼 突然爬向赵老板 赵老板大惊 忙往后退 大鱼爬了几步后 便一动不动死掉了 我看你还能不能流泪 这是怎么回事 它没有了脑袋 竟然还能爬 今天中午就要吃了 赶紧煮好给我吃 当天中午 赵老板便将这只大鱼 吃进了肚子里 味道可真棒 然而当天晚上 赵老板突然感觉 头晕目眩 神志昏迷 他看到家里全是鱼头 而地上则买是没有头的大鱼 朝自己爬来 你看你 又喝了那么多酒 怎么能醉成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 我不陪客户喝酒 怎么接订单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鱼 鱼 好多没有头的鱼 别过来 别过来 你真是喝多了 哪里有什么没有头的鱼啊 有 有好多 他们都朝我爬过来了 你难道看不见吗 哎呀 我得离开这里 赵老板受到惊吓后 便在客厅里昏昏入睡 不料他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好了 这里没有什么憋了 你醉成这个样子 就早点休息吧 姓赵的 你为了贪图口福 杀害了我的多少子孙 今天我来找你报仇 你 你是谁 我是江宗的老憋 我那么多的子孙 都因为你贪图口福而丧命 今天我饶不了你 那些鱼都是渔夫抓的 跟我没关系啊 渔夫无知 捕获水族 可是你家财万贯 不知道放生惜福 却反而放纵口福 花大价钱购买鱼鱼 像你这种自义摊位 夺杀生灵的人就应当遭到果报 别过来 别过来 哎呀 痛死我了 求你放过我吧 我知道错了 只要您放过我 我一定戒杀放生 多做善事来赎罪 好吧 我就饶你这次 要知道人有一念之善 鬼神便能服用他 你若能依然立行 自有善报 若照旧任意放纵 绝不能饶恕你 多谢 多谢 我发誓再也不会吃憋了 再也不会吃憋了 我再也不会吃憋了 我再也不会吃憋了 老公 老公 你怎么了 原来是个梦啊 哎呦 好痛 老公 你的腿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哎 这是报应啊 从那以后 赵老板不仅不再吃憋 还不惜钱财 经常买动物放生 赵老板 我今天又抓了只憋 我给你装起来啊 今天你补货的这些 我全要了 好的 赵老板家里是不是要请客呀 哎 赵老板 你没开车呀 那这么多鱼虾和鳖 你怎么带回家呀 我没想把他们带回家 你帮我个忙 把他们都放回到河里吧 啊 放回到河里 是啊 我现在已经不吃鱼虾鳖蟹了 我劝你以后 也不要再靠捕鱼生活了 会遭到果报的 好了好了 麻烦你 赶快帮我把鱼虾放生吧 对不起啊 以前我吃了你好多伙伴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赵老板坚持放生一段时间后 他的腿很快便康复了 而且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赚的钱比过去更多了 守护婴儿的英雄猫 在俄罗斯的某个小镇上 生活着许多的流浪猫 母猫马莎也是这群流浪猫里的一员 马莎 今天吃过了吗 还没呢 我正要出去找东西吃 那你呢 找到食物了没 没有啊 今天小巷里的那几个垃圾桶 都没有可以吃的东西 唉 看来今天又要饿肚子了 吉姆 你的腿怎么了 唉 别提了 今天又被那个厨师打中了 什么 你该不会又去偷东西吃了吧 是啊 我没有东西吃 当然要去偷人类的食物 人类真的好坏 他们将我们丢弃 我不过是偷吃一点他们的食物 就遭到毒打 哼 我恨他们 是啊 我那么喜欢主人 可是他却将我丢弃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即使人类也有很多好人的 他们并不是全都那么坏的 马莎 你怎么还替人类说话啊 难道你不是被人类丢弃 而成了流浪猫的吗 是啊 马莎 人类哪里有好人啊 不 还是有的 走 我带你们去找他 去了以后 你们就会相信的 马莎所说的那位好心人 名叫贝拉 她为人善良 很久前 她发现自家周围 经常有流浪猫出现 看着那些饥寒交迫的猫 她于心不忍 于是便经常拿一些食物 来给他们吃 小家伙们 饿了吧 我带食物来给你们了 马莎和贝拉 已经是老朋友了 马莎的名字就是贝拉帮她取的 当贝拉看到马莎带着两只流浪猫走来时 显得非常开心 嗯 那个人是在做什么呀 她好像是在喂流浪猫耶 是的 她是贝拉 她可是一个好人哦 她经常会拿食物来给像我们这样的流浪猫吃 如果以后你们找不到食物 可以到她这里来 她一定会给你们东西吃的 是吗 难道也有好心的人类吗 嗨 马莎 你的朋友一起来了 快过来吃吧 我这里还有好多面包呢 走吧 你们不是都饿了吗 我们去吃东西吧 来 来 来 吃点食物 嘿 你们两个 快过来一起吃吧 以后没有东西吃就到这里来 我会拿东西给你们吃的 马莎说的没错 人类也有好人的 这位小姐她真的非常善良 这些流浪猫 因为贝拉的善举 而渐渐改变了对人类的看法 它们不再仇视人类 也开始会把人类当成朋友了 俄罗斯的冬天非常寒冷 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猫们 可纷纷找了个温暖的地方躲起来 气象预报说今天晚上温度会降到零度以下呢 那我们赶快回家吧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会冻坏的 那些猫是要跑到哪里去啊 我想它们应该是在找个温暖的地方躲起来吧 这么冷的天它们也会受不了的 玛莎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我知道一个地方那里比较暖和 今晚我们可以在那里过夜 然而当玛莎跑进了公寓入口时 突然发现角落里放着一个纸箱 箱子里传出一阵轻微的哼哼声 咦那是什么 管它的呢 我们赶紧找个温暖的地方躲起来吧 是啊天快黑了 而且越来越冷了 我们赶快躲起来吧 可是那个箱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难不成又是被人类遗弃的小猫 前几天我在路边看到了一个纸箱子 那里面装的就是几只刚出生 没几天就被丢弃的小猫 那我们磕得过去看看 今天天气这么冷 如果是刚出生的小猫 一定会冻死的 当玛莎看了野箱子里面后 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纸箱里装的竟然是一个被遗弃的男医 啊 怎么会这样 啊 怎么了 难道真的是小猫吗 天哪 竟然是个婴儿 它怎么会在这里啊 难道它是被人丢掉的 哎 人类竟然连自己的孩子都要丢掉 既然不是小猫 那我们就别管了 赶快找个地方避寒吧 天都已经黑了 此时天已经黑了 温度明显下降了许多 这个男婴被冻得小脸通红 如果就这样放着不管的话 它一定会被冻死的 可怜的小家伙 天气这么冷 它要是在这里过夜的话 会被冻死的 玛莎 快走吧 别理它了 如果不管它的话 它会冻死在这里的 可是我们没办法救它呀 不 我有办法救它 我可以用自己的身体给它取暖 啊 玛莎 这里很冷 难道你就不怕自己被冻死吗 是啊 人类自己都不要它了 我们何必多管闲事呢 我说过 人类大多数都是很善良的 就像贝拉 它每天都会给我食物 人类和我们其实是朋友的 好了 你们赶快去找地方躲起来吧 我要留在这里 照顾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就这样 玛莎跳进了纸箱里 然后用自己的身体 帮那名气鹰取暖 到了深夜 气温更低了 寒冷的风吹得玛莎瑟瑟发抖 它非常想要找个温暖无风的地方睡上一觉 可是为了这个男婴 它并没有离开 依旧用自己的体温来为它取暖 好冷啊 谢天谢地 你没有被冻上 难熬的一夜终于过去了 今晨 婴儿洪亮的哭声 吵醒了附近的居民 几位居民听到哭声后 纷纷寻声找了过来 咦 怎么会有婴儿的哭声 在那边 我们赶快过去看看 居民很快就发现了这名气鹰 而玛莎则紧紧依围着它 风塌取暖 天哪 是一名气鹰 看样子 它在这里待了一夜呢 昨晚那么冷 没被冻死 真是奇迹 看来是这只猫在照顾它 如果没有这只猫帮它取暖 小婴儿一定会被冻死的 是啊 这真是一只英雄猫啊 居民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 医护人员将气鹰带上了救护车后 玛莎才缓缓地离开了那里 玛莎守护气鹰的英雄事迹 在媒体的报道下 很快地流传开来 更让大家明白了 原来动物也是有感情 有灵性的呢 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阿弥陀佛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 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 离开痛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什么 把佛像 把经文 把咒语 印在帆布上 磕在石头上 随风飘 风吹到哪里 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 风吹到哪里 这里面就三宝的加持力 当地就可以消灾元寿 就可以圆满 就可以满怨 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 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凡 咒语 佛像 到处送给人家 挂在车上 挂在山上 挂在任何地方 让佛陀的教法 大慈大悲 弘扬在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 消灾难 所以大家 多打电话来 我们就把凡琪寄给你 也多护持印经协会 这个大量制造三宝 风骂旗的功德 佛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民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八冠灾戒 护生 点万灯 共万水 祭慈悲诗诗法会 恭请占永法师主法 日期 11月11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地址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3号 联络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上午8点 与斗南火车站 备有接驳车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倍 生命电视中立中心 举办八冠灾戒 恭送地藏金 点万灯 共万水 护生即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战略法师主法 日期 11月12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中立中心 地址 桃源市中立区 环北路400号15楼之一 联络电话 03-422-8806 03-422-8806 上午7点半至8点半 于中立火车站 备有接驳车 祝逢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倍 生命电视台台长海涛法师 近期特于普里福会禅寺 举行公送药师经 供万灯 供万水 药供即慈悲诗诗法会 祈愿点灯供水 供养三宝 授持经典等广大功德 能够利益友情孤魂 及往生众等 授法妙食 同享功德 一早 来自各地的十方善信 接潜心来临道场 书写消灾超建牌位 并手持新香 招请过去父母 冤亲债主前来同瞻法义 在正正清脆响亮的范音中 与慧大德尽献殊十贡 供养诸佛 荣天善神 广直无边福田 现场也排列出 如花朵绽放般 庄严的十方法界谈成 并摆放许多真修美传 饶益幽民友情 随后在法师的引领下 众人恭送药师经 而慈悲的海涛法师 也为众人带来佛法开示 所以后来现在自己年纪也大了 就觉得 哎呀 原来修行 柔软心 是入道的根本 慢慢慢慢的 你就学得去 很努力的去 为别人想 跟别人打招呼 时时刻刻身体 准备了结缘品 见了哈喽 哈喽 你好 原来我老了 学会了柔软 所以 不然以前有个性 所以我想学佛消除习气 我们不能有个性 那要融入于 融入于众生 就像对我们老不恭维 所以我的妈妈是我永远 学慈悲的对象 我的爸爸也是我学慈悲的对象 我爸爸很凶 很威严 但是我们要更细心柔软 我妈妈很慈悲 很忍辱 听也不会说 但是你要更观察她在想什么 所以我想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对境 然后以这个对境 平等心 空 就是绝对平等 来对待所有众生 法会最后 海涛法师带领 与会大德修持 施水仪轨 将法会所修功德 幻化为 涓涓法水 遍满十方法界 普师地狱 恶贵有情 西获 善趣安乐 共诚 无上 正等正绝 生命电视南投采访报道 我千万异 你少想 主要 天啊 也不应该 我千万异 我千万异 描迹 小伙子 你少想 天啊 有 你 你 就 等 有 水 我 文书五字咒 奥阿拉巴扎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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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持功德 罪也消灭 或无尽便采 所求世间 出世间 惜得成就 领众生智慧成就 受持此陀罗尼者 寄入如来一切法平等 一切文字一皆平等 素得成就摩科般若 才宋一变 如此一切八万四千修多罗藏 若能一心独处险境 梵书五字轮坛 依法念诵满一月语 文书菩萨极限其身 或于空中眼说放药 适时行者得宿命志 便才无碍 神处自在 圣愿成就 福智具足 素能皆证如来法身 但心信寿 经十六生 绝成正决 或于捐宿如前广象 满五十万便亦得成就 或于香泥图设立塔 返写五字旋绕念诵五十万便 满书施力献其人身而未说法 常得诸佛 即止金刚菩萨之所护念 一切圣愿皆惜居足 若人才诵一遍 如诵八万四千十二维陀藏经 若诵两遍 文书施力 普贤随足 四众围绕加倍 是此无畏护法善神 在其人前 若诵一遍 能处行人一切苦难 若诵两遍 除灭一劫生死众罪 若诵三遍三昧现前 若诵四遍众持不忘 若诵五遍 竖成无上菩提 讲到开智慧 各位跟我念一个咒语 文殊菩萨来 Om Allabhajannati Om Allabhajannati 为什么要念呢 当你念文殊菩萨 你要会这样观想 大乘佛教要教我们 Om Allabhajannati的时候 你要观想文殊菩萨 从他的胸前 放出红黄色的光 有点像橘色的 那是黄金的 整个大海都变成那个光 然后呢 你一直念文殊菩萨的 名号或咒语 整个大海的水啊 就全部把你身上洗下去 你所有的烦恼业障消除 各位要这样观想 然后不是光洗你自己 只要有很多人 你就会念 Om Allabhajannati 所有世界的海水 变成文殊净化水 冲下去 每个人都开智慧 每个人都消业障 好不好 这个要培养悲心 Om Allabhajannati